目前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在全球蔓延 截至当地时间9号18时 意大利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43,626例 累计死亡病例1万8,279例 治愈病例2万8,470例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4月10号下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意大利巴黎大型综合医疗机构 在华西医院5G远程中心 开展同呼吸同命运疫情防控远程视频防疫经验交流 据了解 巴黎大型综合医疗机构位于意大利南部 是意大利前四大综合医院之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曾勇 介绍了四川省新冠肺炎患者就职情况 就职措施及疫情防控经验 同时 曾源驻武汉57天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罗凤明 重点介绍了在武汉的微重症患者就职经验 虽然我们四川省不是一群的重灾区 但是我们应该说在这次就职新冠肺炎中 已经有丰富的经验 主要的关键点 包括我们讲的 那么首先我们要对早期的识别重症 早期的多水口的干预 资源的汇积 包括物质的 还有人力的这些集中的救治 这方面面 在交流环节 意大利专家围绕微重症患者救治 提出多个问题 包括有创机械通气方法 ECOMO使用 康复者恢复气血浆治疗等 中方专家进行了详细解答 同时 罗凤铭建议 意大利重点加强早期干预 防止病人由轻症转为微重症 曾永表示 目前中国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的阶段性胜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也在抗疫过程中取得了一些经验 他希望本次交流能对意大利的医疗专家有所帮助 同时他也希望能够与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地区加强交流 我们希望我们取得的这些经验 能够得到给意大利的抗击新冠肺炎的这些医生们有所帮助 是他们能够有所收获 最终的目的 也是使得意大利能够尽早地从这种疫情的泛滥中能够解脱出来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经验向全世界其他疫情严重的地区进行交流 进行介绍